畫面先借我 一剛開始我們會以最大的外型 這個外型告訴我長是50寬是102.5 我可以下一個矩形的指令 平面中認一點一點 小老鼠50逗號102.5 我們可以做好一個矩形 做好一個矩形以後呢 我們會把它先分解開 我們先把它分解開 因為呢我們等一下會用到它 獨立的一些邊線啊等等之類的 我們先把它分解開 然後我們可以把上面這一段 這個耳機的部分做好 耳機的部分告訴我 從終點過來15 再往下面5個單位 會得到一個圓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第一個如果你是圖法煉鋼的方式的話 你可能會從終點畫一條15的水平線 再往下畫一個5的線 對不對 找到了這個位置以後 我是不是在這個地方畫一個圓 畫一個直徑2半徑1的小圓 做完了這兩條輔助線我們就不要了 這是一種做法 對不對 那第二種做法呢 是不是我們可以下個圓的指令 直接輸入tk 我們要去追蹤一下 從哪個點開始追 從終點開始 點一下之後 往下 是不是5 往左邊 這邊呢 15 對不對 好 enter 在這邊你也可以畫一個相同大小的圓 好 那再來這邊是 從終點下來5 往右邊是8 會得到這邊有一個直徑4的一個小圓 好一樣下個圓的指令之後輸入tk 好從這個點 點一下之後 往下 5 再往右邊 8 好 enter 在這邊畫一個半徑2的小圓 那另外一邊我們就不做了 我們可以近射 好等一下你也可以用近射的方法就可以了 近射過來之後呢 我拉一條直線 從這邊連過來 再從這個地方再連過去 對它做個修剪 我們可以得到這一塊 好這個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接下來 裡面的這個螢幕框框呢 也很簡單 當你有一條中線以後 很多東西你都可以偏移了 譬如說 20 20的距離 我去偏移 然後呢 從上面下來是9 再偏移 9 然後呢 從9再下來 51 51 然後 有一個R1的導圓角 我們可以下個導圓角的指令 把半徑改成1 多重M 選這兩個 選這兩個 選他 再選他 哇 好再來呢 裡面的話呢 往右邊 往左右18 然後呢 從這邊上去5 再從這邊上去44 好 尺寸都給的非常清楚 18 18 然後呢 再偏移一次5 好 然後再偏移一次44 對不對 這個地方 沒有 沒有半徑 把半徑設為0 好 一樣是多重M 好 這邊就不用修剪了 我們只用導圓角 也很快喔 好 好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做好 請你先做到這裡 好 我們要把中間這一塊做一下 中間這一塊呢 他有告訴我從這個框框下來17 再上去5 好 塞塞上去15 好 我們就做個偏移 17 從這一段下來 然後再偏移15 從這一段上去 那左右兩側呢 是最寬的20的部分 好 所以再做一次偏移20 好 這邊過來 這邊過去 然後這邊有告訴我有一個圓角 這邊圓角告訴我是4至R1 好 這邊都是R1的圓角 所以 再去下一個導圓角的指令 半徑是1 好 選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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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在他的中間的地方 我可以畫一個圓 好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下個圓的指令 好從這邊過來 到他的焦點的位置 畫一個直徑8 相同圓形 畫一個直徑10 對不對 12 好 那接下來 這一個圓弧 它並不是告訴我半徑是多少 它反而是用20 還有16 這兩個尺寸 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是不是這些點的位置 這個點是16 這個點是20的位置 對不對 有了這個以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三點弧有沒有 好 所以呢 我們要來試試看 我可以去偏移一下 16的一半是8 這邊 過來 代表什麼 代表這邊已經會有一個點跟兩個點了 好 我們再偏移一次 再偏移10 好這邊過來 有沒有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會有一個點 好 那我們這邊可能要補一條直線吧 這樣中點比較明顯 好 有了這些線條以後 是不是做個三點弧 1 2 3 有沒有 這個圓弧是用三點弧做出來的 它不是像之前用直徑半徑做的 好 好 這邊做完了以後呢 我們進射一下 好 這邊我們可以做到 好 請你先做到這裡 再來這個地方的重 另一個重點在這邊 這邊有告訴我 第一個它有告訴我圓弧 可是它並沒有告訴我圓弧多大 可是有一個28的尺寸 代表圓弧最遠最遠不會超過這一個 超過這一個28的位置 所以我可以偏移14 好 偏移14過來 再來呢 這邊有一個8 這邊有一個20度 代表的是這條20度的線 是放在距離8的這兩個的位置 所以呢 我可以做一個建構線 角度A 好 20度是整個展開是20度喔 所以說單邊是幾度 是不是只有10度而已 10度 放在哪邊 放在這一個點 摸一下 往上 10 抱歉 4的位置 有沒有 另外一邊我們可以進射了 然後呢 有了這三條線以後 我們就可以利用圓裡面的 相切相切相切 切三個邊 有沒有 切三個邊 切三個邊以後 我們可以對它做一個修剪 好 我們把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 做好 有沒有 那做完了以後 另外一邊 我們也就不要做了 就近射就好 好 選這一堆 好 近射線選這邊的兩個終點就行了 那做完以後 再對它做一個修剪 把真正 不要的 我們可以 剪掉了 好 這個不要剪了 直接刪掉就好 這一塊我們也可以做好 對不對 好 這邊 大家注意一下 再來呢 就是這一塊 這邊呢 有一個矩形 這個矩形呢 好 這邊也是一個重點 你們先幫我把這邊完成 好 這邊是一個重點 首先呢 我們知道這個矩形 它的位置 是不是從這邊的 端點過來5 往上呢 是不是3 在這個地方 我要畫一個矩形嘛 我們會直接下一個矩形的指令 然後呢 第一個腳點 輸入TK 好 從這邊 點一下 往右邊 是不是5 往上面 是不是3 好 這時候Enter 在這邊我要畫一個矩形 好 這時候不能給它 小老鼠了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確實的 坐標 我們要給它一個 這邊叫做尺寸D 這個東西 好 打一個D 它會問你 矩形的長度是多少 這一段的長度是多少 給我一個算式 好吧 你覺得長度是多少 這邊 這邊 給我算式就好 是不是40 減掉2 對不對 然後再除以3嘛 好 這是我要的長喔 這邊是等號的意思喔 好 是等號喔 所以呢 我的長呢 我可以去做一個 先乘除後加減 40 減掉2 除以3 可是 你沒有辦法在這邊做 這邊呢 沒有辦法做這麼 這麼複雜的算式 你這邊做呢 欸 好像可以喔 錯誤 錯誤 對不對 好 矩形的長 它問你長的時候 請你去按一下計算機 好 我們有講過嘛 對不對 計算機 好 從計算機裡面去做計算 好 這邊呢 我們去輸入40 減掉2 然後呢 是不是除以3 會幫你算出這一段有沒有 好 這時候選擇套用 好 套在這個長裡面了 長就確定了嘛 好 按個enter 他問你寬要多少呢 好 再去把計算機叫出來 寬要多少 寬是多少 21 減掉3 除以多少 是不是4等份 所以呢 這個題目是21 減掉3 好 把它的間距減掉嘛 然後呢 再去除以4 我會得到這一段有沒有 這是我的寬 我的寬的部分 好 套用 然後呢 沒有問題的話 按個enter就好 放在哪邊 放在 這個地方 好 這個矩形 先幫我完成 當我們做完了以後啊 我們想要做正列對不對 可是呢 他這邊有做一個圓角 這邊有做一個圓角 我們要先倒喔 不然的話呢 你到時候做出這12個 矩形之後 你要倒12次 最少你要倒12次喔 那會比較麻煩 所以說 我們會先做一下圓角 可是呢 在做圓角以前 我們還要再做一些 輔助的動作 間隔是1嘛 我們先做一些記號 我在這邊加一個點 然後呢 在這個上面 摸一下 往上拉 一個單位的地方 我也再加一個點 然後呢 我要在這個地方 再往右 一個單位 再加一個點 可以嗎 好 我把這個格式裡面的點形式 我把點的形狀稍微改一下 讓你看得更清楚一點 然後我才會做個導圓角 把半徑改成0.5 好 聚合線P 這條聚合線 要做導圓角 好 為什麼我要做這些記號呢 因為我沒有做這個記號 是圓點倒了以後 這個端點就不見了 對不對 那個尖點就不見了 所以說我要先做個記號 然後我要幹嘛 我要去對它做正列 好選擇正列 舉行正列選取物件 是不是選它 幾列幾啊 一二三四嘛 四列 然後呢 三行 好 這時候重點來了 列偏移是多少 不太確定耶 可以去點它嘛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去選這個點 到 這邊嘛 我們已經有幫它把間隔做出來啦 點兩個點就會幫我算距離嘛 航偏移呢 一樣 是選這個點 對到 這個點 對不對 好 這時候就沒有問題囉 確定 一口氣就做好了 做好了以後呢 這些點就不要了 那 角落的圓角 記得也要倒一下 好 這邊的圓角呢 半徑是 R2 好 當初呢 我們這個最晚做 是因為 我們有的時候都會需要這個端點 需要這些端點 所以呢 我們會比較晚做 最後 也不要忘了 半徑是R2 多重M 好 這樣子 我們這個圖形就 做完了 OK 好 試一下